为何女生在健身时都喜欢穿紧身衣 难出大汗,她们不会难受吗? 现如今,健身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除了男性外,很多女性也逐渐加入到了健身的行列中 经常出入健身房的人都会发现 绝大多数的女性在健身时都喜欢穿很紧的衣服 而有的人为避免尴尬,也会配件短裤 不少人认为,她们之所以这样 主要是为了吸引异性的眼光 健身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 要是穿得太多,反而会影响运动效果 虽然不可否认,少部分人会想要展示自己的身材 但绝大多数人是基于科学依据,才会这么穿的 不少专家证实,在健身时穿紧身衣裤是有科学依据的 如今市面上很多为健身而设计的运动服 大部分都是偏修身的,穿起来会有紧弹的感觉 从医学的角度上看,这样的衣服能够紧贴皮肤 减少衣物和皮肤的摩擦 还能很好包裹全身的肌肉 减少运动过程中肌肉的震荡 以便获得更好的运动体验 帮助自身塑形 在运动过程中,紧身衣还能起到固定肌肉和关节的作用 最大程度的减少肌肉震动带来的软组织损伤 降低健身时受伤的风险 而一些较为特殊,防护级别较高的紧身运动服 还专门对膝盖或肘关节进行防护设计 可能大部分人不习惯穿紧身衣裤运动 觉得他们会给身体加压 动起来时并不自在 但在一些特定的运动中 穿紧身衣物是最好的选择 比如瑜伽,游泳,跳水等 宽松的衣物虽然穿起来比较舒服 但运动时也很容易走光 而紧身衣物一方面能避免走光 另一方面也能更加直观地感觉到 肌肉的收缩和拉伸情况 及时观察自己的动作是否标准 以便及时调整 这也是为何健身的人 会偏爱穿紧身衣的重要原因 最后就是吸汗保暖 体温主要是从皮肤表面流失的 大家都知道 普通的棉质衣物都有良好的吸汗效果 不过这种材质的衣服 不具备塑干的功能 一旦出大汗 会一直把肌的粘在身上 影响自己健身的心情 另外 我们在健身的时候 都会因为大量排汗 造成体温下降 很容易引起着凉感冒 而谨慎的健身服 大多是为了满足运动需求设计的 采用的面料和普通衣服有所区别 一般都具有比较好的排汗和塑干功能 能让身体出的汗液快速蒸发 基本不用担心 运动过程中出大汗后 汗液会粘在身体上 也不用担心体表温度 因为出汗而下降的情况 而且这种衣服还具有弹力性好 透气性强等特点 也能阻挡寒气入侵 真正做到吸汗保暖 早在80年代初 就已经有很多的女性 喜欢穿着紧身衣 做有氧运动了 当然除了女性外 我们也常看到健身的男性和运动员等 也会穿着紧身衣 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人们审美的改变 如今的紧身衣 也不仅局限于健身运动的时候穿 她还被不少人当成潮流单品 随意穿出街 那对于女生健身时 都喜欢穿紧身衣 大家还有其他不同的看法吗